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2500年前 释迦摩尼佛传法的时候 有一天 释迦佛带着弟子脱拨外出化斋 一群小孩在路上玩堆沙子 其中一位娇滴滴的女孩子 远远看见释迦佛带领弟子们而来 就半针半戏地用双手从地上捧一捧沙 走到佛陀面前 往佛陀的饭玻璃一放 释迦摩尼客气地接受了他的沙土 大弟子舍利佛看不过眼 心想 这女孩岂有此理 怎么可以用沙土戏弄我世尊 在路上实在忍不住就问道 师尊 刚才那个女孩子 把沙土放您饭玻璃 怎么能让她这么胡闹 释迦佛微笑 你们不知 此女千百年后 姻缘成熟 要在东正弹王国为王 这时我如不接受她的沙 她将会试图去破坏佛法 我接受了她的沙子 这样让她结下此善姻缘 她将来做王时将会弘扬佛法 此女孩子就是后来 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女主武则天 她一出世就有帝王的龙凤之姿 武则天做皇后之前 曾经做了四五年女霓 她不但潜心佛法 而且精通佛理 她做了一首赞叹佛法的四句祭言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意义 成为佛徒诵经的开经济 一直流传了千百年 这首记的由来 据说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 由于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对于华言经非常的爱好 他总觉得 敬意的六十华言欠缺的太多了 不完整 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所以就派了特使到印度去求这部经 看看有没有完整的本子 在这时候 于田国的三藏法师得到了这个本子 他就连法师一起请来 这个法师是石叉南陀 请他来之后主持翻译华言经 石叉南陀法师来的时候 带来了华言经 也不完整 但是比敬意的经 多出了九千诵 所以一共有四万五千诵 大经的意趣 已经能够看得出来了 一场规模也非常大 武则天自己也常常去参与 翻诚之后 武则天出阅华言经时 因体会佛法的高妙稀有 非常欢喜 故有感而发 给这个大经提了一首开经记 也就是我们现在念的开经记 而武则天 我们都知道 她是中国历史上 唯一正统的女皇帝 武则天统治期间 被称为正起元年 至宏贞观 具有成上启下的作用 为中唐时的开元盛世 奠定了基础 而且武则天非常推崇佛教 对于推动佛教发展弘扬 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可能很多人想知道 武则天这么厉害 那他去世后 又轮回到了哪里呢 连池大师 曾经在竹窗随笔中写道 至今 猫鼠之中 还有武则天 和萧淑菲二人投生 虽报复百千万遍 还没有停止 过去我做水陆斋会时 因怜悯而超度他们 只恐怕他们的冤力深 而我超度的效力浅 不能立即消除化解 为什么会这样呢 唐高宗李治 有一位嫔妃 萧淑菲 失宠的王皇后 为打击萧淑菲 主动请求将武则天 纳入后宫 谁知 武则天进宫后 迅速击败萧淑菲 而且也迅速击败了王皇后 不久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 王皇后和萧淑菲 都被废为庶人 王皇后和萧淑菲 被囚禁后 关在一间极其严密的屋子里 只开了一个小洞 递食物 唐高宗私下去探望他们时 他们哭着对唐高宗说 希望皇上能念及昔日情分 使我们重见天日 我们希望把愿名改为回心愿 这就是再生之幸了 唐高宗当即答应 但是武则天知道后 马上派人将王皇后 和萧淑菲各打一百仗 不久 两人去世 萧淑菲临终前发了一个毒誓 痛骂武则天道 愿阿妩变成老鼠 我变成猫 我要生生世世 掐住你的喉咙报仇 这段故事 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 纵然福报像武则天那么大 屡造恶业之后 也难免沉沦 萧淑菲发下如此毒誓 随着临终时的这种强烈心念 再想解脱恐怕真的很难 千百年来 世人只把这段历史当故事来看 有几人想过 自己与他人的冤结 也是如此难分难解 纠缠不休呢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既然踏上修行之路 千万要看护好自己的念头啊 很多人就对英国产生了困惑 他们认为英国很玄 既然有英国 为什么有些坏人过得还挺好 好人却不偿命 实际上 我们关注的只是少数人而已 全世界曾经的暴君 比如希特勒 萨达姆 卡扎菲 他们执政数十年 在台上时 谁会相信 他们最终会落得被人逮捕的报应 反倒觉得他们拥有那么大的权力 一定很有福报 一定会善终 观察我们周边的人 虽然你认为有的人是坏人 应该马上遭受到恶报 可因果是真实不虚的 做坏事的人也有他的福报啊 做坏事的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从不发善念做善事 如果他前世没有积德行善 今生哪有能力做坏事呢 你让平常人去做惊天动地的坏事 他还做不了呢 因为没有那个头脑和胆量 所以做坏人也要有做坏人的资本 希特勒 如果是个没头脑没胆量的人 能干出那么大的坏事吗 没有强大的能量 他的国民能拥护他吗 刚开始他还是有好的愿力 想通过打胜仗 使脆弱的德国热尔曼民族变得强大 后来纳粹主义一发不可收拾 开始残忍地伤害犹太人 于是造作下巨大的恶业 那些所谓的坏人 把他们的福报消耗再消耗 一旦福报用完了 就会遭受恶报 就像雄鹰飞得很高时 地上看不见他的影子 潭水太深时 丢下石头听不到声音一样 只有福报比较浅的人 行善作恶的报应 才会较快现前 对于业力太重的人 是看不清楚的 佛教历史上有些大成就者 他们的福报虽然非常大 但都曾经造作很多恶业 所以要经历千辛万苦 才能把所有的罪业净化掉 整个修行的过程 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因果律非常复杂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些人积累了一辈子功德 却发愿来世能作恶 希望有能力 统领很多人做坏事 很久以前 有个修行人 因为家里的亲人 都被仇人夺去了生命 而厌倦轮回 跑到山里去修行 他每天做水供 放一些石子做供养 陆续有成千上万的野鸽子 飞到他这儿来要吃的 他临终前发下愿 希望我来世 能够变成一个将军 这些吃食的鸽子 全部变成我的兵 消灭我所有的仇人 因为这样的恶念恶缘 他去世后 投胎做了一个杀人魔王 就叫鸽子王将军 造作了很多恶业 但是他投胎成一个大魔头 你也不能莫名其妙 剥夺他的福报 无论多坏的人 也有享用自己前世 剥种福报的权利 做恶之人 活得还不错 恶业不是不报 是时间未到 看起来是一位善人 为什么多病短命 我们不知道他前世造了多少恶业 为什么很多小孩子 一生下来就身患绝症 或者残疾 他们的今生才刚刚开始 他们没有得罪伤害别人啊 但是他们前世造作的恶业 人们是看不见的 不管是善业还是恶业 业障比较重的 果报成熟的就比较慢 业障轻的 果报成熟的就比较快 大自然也是如此 有的核桃树 要种下五到八年才能结果 而有的植物 播种的当年就结果了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 一个人的业报成熟 大概需要二十四年左右 二十四年以内 未见果报得非常少 现在我们身处着视 很多果报在十二年左右就成熟了 有些人的报应来得非常快 每天都有刚刚做了坏事 就被抓起来的人 现代社会 我们喜欢什么事都求快 今天不失一点 希望明天马上就能发财 今天努力一点 希望过一段时间就能成功 可恶报如果来得太快 大家却都不愿意了 总而言之 善恶皆有报 不想恶果成熟 每个当下善互念自己深口意 不断猛烈忏悔 亲近自己过去 现在以及未来造作的恶业 实在是至关重要 因为你所做的事情 上天都会帮你记着 种了善因 自然会有善报 但是种了恶因 也是要还的 不管福报大不大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